实在是阿弥陀佛 无论是法神 报神 映华神 都是身边是风 都是数穷战机 换一句话说 无处不在 无师不在 三神皆是 所以一切众臣 就在当下 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 这个不可思议 那么众生有感 佛决定有印 佛有印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的是明印 我们能够明显觉察到的 那是血印 感应有四种 决定有印 如果没有印 我们修佛 我们修佛 得不到法系 我们修佛 信心悦立 不能够支持到底 能够支持到底 能够确定往生 感应从来没有离开 就像我们前面所举 虚佛 虚佛老和尚朝舞台上 从他发愿 一直到达 舞台 往返 文殊屠杀 没有夜时夜刻不照顾 念念都得到菩萨照顾 都得到菩萨价值 所以旅途上 才一帆风顺 为什么 出家人要朝人 特别是 在那个时代 他的作用 启发 社会大众 对佛菩萨的 敬价 道理在此地 真实的功德 不是 那是 表自己一点 虔诚 真正的功德 是启发 大众 对佛教 对佛菩萨 敬价 敬价之心 感动的人越多 功德就越大 这些被感动的人 对他影响的时间越长 这功德就越久 标这个法 显这个意义 所以 那就有必要了 那么在今天的学会 这个法案 还能不能显得通 在中国 西北西南 藏众传佛教的地区 还能显得 为什么呢 佛法的根底 底蕴 生活 在中年这一代 行不通 没有人相信 你这种表发的时候 人家顺利顺利心 不能接受 所以 佛法是 猴猴 婆 因实 因地 因人 标法 不相同 那么在今天 所以说 文化地区 最好的标法 是 把经教 讲明白 讲透彻 大家听得很高兴 很佩服 这个是 人 实 地 私 我们都要懂得 这才能做出 叫 善求方便 不时亦成不变的 这个不能不懂 要破除 迷信 要启发 真心 得很重要 好久不見了